香港城市 vont後 investor 中國城市INGS 中國城市要通知 哈囉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フルスweek Totally 我是第一次云vordan 今天呢 我跟朋友很不一樣 是不是? 大學一面 而且是高雄的週三大學喔 因為我們的那個動物生遊會的 朋友是這邊的人 然後告訴我們說有校慶喔 可以順便來高雄玩 然後我們就過來了 而且聽說中山大學很漂亮 有一些景啊 我們來逛逛看看 我們走在大學裡面 整個人都回來了對不對 很久沒有走進大學 因為我懷疑了 而且現在看那個大學生的面孔 就會覺得自己知道了嗎 我的女兒真的不開心 你看啊 現在連線數都是三日快樂 那個大學神火啊 就是有一個有趣的附序很好笑 因為我的本名叫做五十男性子嘛 不知道為什麼很多人以為是假名 我的大學的朋友 他們就突然講說 懲罰遊戲 結果呢 剪到手部我就輸掉了 同學就叫我拿我的身份證去 飲料店 然後給他看我的身份證 不好意思 我叫五十男性子 我可以打折嗎 喔 真的超不要臉的 他一看到我的身份證 他的眼睛整個就這樣 為什麼 你叫五十男 喔沒關係 你們三個人點上 所以我請你們 但是我就覺得說太不好意思了 所以我從此呢 就不敢再去那一間 全的高中導師啊 都會跟我們講說 你們以後上了大學之後 一定會有機車鑰匙便宜 男生會教出他的機車鑰匙 然後給女生抽啊 月通啊 好夜店 因為我上了大學之後 上交男朋友了 就沒有去過夜店 那開學的時候 我的名字的關係 因為名字太長了 每一個新的環境 我都會超級低笑 因為我會覺得很不好意思 不希望別人注意到我 或聽到朋友啊 就講說 欸欸欸 我們班上有一個叫五十人性子的人耶 我查他的FB都查不出來 他到底是哪一個啊 但其實我就在他的旁邊 對 我就完全聽到 然後他們開始在那邊 一直找我的臉書啊 都找不到 結果旁邊有一個人就吐嘗他說 你白癡喔 日本人都是用Twitter啦 然後覺得很搞笑 因為我沒有用Twitter 所以我的名字是用羅馬P 就那個漢劇找不到這樣子 好我跟我朋友 換一換又換回路口這邊了 因為其實剛剛我們一走進來之後 你就有看那個超大超新年的東西 就是這個 看起來很好玩 這個怎麼唸啊 NN Portrait 喔 對 對 不會是那個遊戲界的好朋友 超愛賽車 可是我沒有駕照 那妳是有駕照嗎 所以呢 我沒駕照的 跟有駕照的 我們來PK 然後我已經打到駕照時間都沒有開了 所以妳是那個Pepaドライバ 這門叫做什麼 就是有駕照 可是沒有在開車的人 有這個時候的名字嗎 哈哈哈 好好好 好我們來PK 看我們誰會贏 它是一個貨櫃 從來沒有看過貨櫃裡面 有這種遊戲可以玩對不對 然後它現在居然是完全免費 我們賺到了真的 這個很多感覺就是會扭來扭去的 它這邊呈現六角形耶 有六個角 你看這個 還有踩踏板啊 還有方向板 就完全跟我們平坦在開車一樣耶 啊PK你根本就沒有開過車 哈哈哈 那這邊都可以有對上的模式 跟好朋友一起玩 那開始沒有駕照的我 還是有駕照的我朋友 在玩這個電競平坦遊戲上面 誰會贏呢 PK開始 PK開始 左腳上升右腳游門 左腳上升右腳游門 喔 痛啦痛啦 痛啦 喔 等一下我耶 欸我很佩服看看 我現在看不到入圍怎麼辦 你看我真的很搖晃啊 喔 欸我跟你說我現在吃到草皮炭喔 草皮炭跟我游路上的感覺 完全不一樣喔 哈哈哈哈 你怎麼那麼晃啊 我還不知道 哈哈哈哈哈哈哈 欸不愧是有下道理嗎 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這樣不要那麼拉爭好不好 你都在哪裡都在哪裡都在過啊 欸我整個這次在山下滾 我都很晃耶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好玩耶 因為我那個 我 哈哈哈哈 我第一次玩台灣的夢夢車的時候 也覺得很好玩 欸為什麼 那你看我現在是真的了喔 真的真的 你都沒有踩到大車了嗎 欸喔 我的腳沒有放在大車上 不要走開就好了 我跳起來了 我的車上就看到了 啊啊 等一下等一下 啊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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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我會控制了 我會控制了 我進來 剛剛他們告訴我說 所有人都告訴我說 快檔跟進檔這兩個按鈕 基本上 一般的不會用到 但是我狂用到 啊我抓到了 妳可以進去 是妳可以進去 啊 天啊 我知道我聽開車的朋友講說 � installed on the street 但是妳不能發現在 function 妳 anderthunk uses 要是走在他啦 啊 可惡啊 在最後一刻出了 可惡 差一點點耶 你證明了一件事情 台灣人的駕照不是用機水換來嗎 我開完了 我都滿頭流汗了 我終於知道剛剛工作人員跟我講的意思 他說這個是完全是按照F1賽車的去擬造的 所以他可以供F1賽車選手去 模擬練習喔 我剛剛開的是F1賽車 我一般車都不會開了 你知道我真的 開完真的會流汗耶 喔 真的很熱 所以剛才的天堅獲勝的是我拍照 果然駕照沒有拜託 沒有 剛剛我們其實是評判超勝好嗎 可是我覺得他的這個體驗真的很厲害的是 你在沙石啊 草坪啊 摩油路啊 整個觸感都不一樣 這個是右手的嘛 他有六個方向在這樣子動 所以他的那個觸感真的超級細膩的 然後我剛剛整個開車就是 摩起來是感覺 就是你的身體跟車真的是一體的感覺 因為一般外面的啊 好像是氣壓式的 就沒有辦法做到這麼細膩 所以這個真的 喔 超級有領藏感的 好 然後我終於可以理解 為什麼有一種變勁的椅子 然後要做成這樣子 這樣子 包括做領藏 會震這樣子的時候 把你給震出去 你看我剛剛震的那樣子 我真的會飛走 就是他在保護我 所以有安全感耶 所以這個啊 這個很難的 是免費的 那今天偶然在中山大學 被我遇到 剛剛聽工作人員說 接下來看我們還有三場 喔 是在高雄喔 大家看喔 一定要來玩一下 好 我們回到大學觸景傷懷了一下 不過也有回到下以前大學之後的青春熱血的樣子 好 那今天我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我們影片有聽的話 蠻好棒的 按讚 留言分享喔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那你好玩 還是你的大學回憶好了 我也想知道大家的大學回憶 好 那我們要去看這邊 歡迎看看 記得訂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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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好囉嗦喔 好 然後還有 那個Facebook可以輸入人 歡迎追蹤 好 下影片再見 拜拜 掰掰 你看我來玩電競遊戲 也發現了一個台灣有趣的文化 又學了一課 剛才我朋友告訴我說 你知道為什麼這邊放乖乖嗎 我說這是工作人員想吃嗎 他說不是 只是因為這種什麼工程的東西啊 或者是這種電腦主機的東西 台灣人都會喜歡放乖乖 就是要讓主機乖乖的運作 而且只能放綠色 我說為什麼 綠燈通行是不是 對 我覺得原來我好有趣喔